好了那么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悠悠白书的一个速通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尽管它是一个格斗的对战游戏 而且有很多的玩法 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一个速通 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打直接打成这个通关的这个效果啊 很快 这个这次呢咱们由于啊为了速通啊 咱们打的超难的难度 肯定是要体现这个不能说你简单你速通那谁都可以 那么这次呢咱们速通的是选择用这个鲜水 我们小时候管的叫傻辣个啊 这个头顶上一个绿毛 这个人物呢小的时候不常用 很多人喜欢用比较帅的啊 像什么比如说喜欢用这个飞影啊 包括喜欢用那个护鱼礼护鱼礼帝之类的 大汉什么的啊就喜欢用那些人 但是呢咱们有很多的赖招啊 包括镇这些赖招呢咱们虽然说可以用 但是呃说白了啊 这个速通的话呢你不一定 就是你为了打的快是才是最主要的 那这次呢咱们选这个鲜水啊 他的主要的输出方式呢 就是用这个直灵投机打完之后呢 空中三连机接上一个腿 然后呢无限落地再打这个投机 就是这么一个打法 好的逆向打过来一个投机一抓 1234一踢 这个伤害不高 但是呢可以一直连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咱们玩拳簧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玩起来之后可以这个 无限的去去抓枪龙吼 用那个CD打完了之后呢 用他自带的比如说 ABCAD之类的等等啊 就是他他随即每个人物不一样 打完之后呢再进行CD再再连 他是一个伪连 但是呢就是电脑傻嘛 对吧 你就算就算是超级难 他也是傻子对吧 那没说的 好的第三个人物是灰鱼凶 灰鱼凶呢也是有 有那种就是各种这个 秒杀的这个绝技 我记得他可以逆向那个那个伸出大爪子啊 可以非常赖 这种呢就是很多人小时候玩这个人物呢 喜欢打这个练习模式的玩法 然后呢进行去去去打 但是事实上啊 这个玩法实在太多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咱们除了体力之外 这体力就是血 还有这个灵 灵就是练那个 就说白了是咱们练这个技能 如果技能练完了之后呢 咱们需要补充这个技能的啊 好了可以看到打这个 魔戒 魔戒统一战一统战 这里面呢 当然是肯定是有反派有正派啊 这里呢 很多人小时候可能没看过这个漫画 包括动画片 这个动画片 其实我也没看过 但是这个游戏啊 小的时候绝对是MD游戏当中的经典 就是 悠悠白书的话呢 我记得当时这个卡带啊 因为我 我在他边上的游戏厅啊 他一共就有四个 就是说 一共有四个这个 这个MD的黑卡游戏机 基本上啊 他他他有的时候 你看他有两个这个悠悠白书 很多很多游戏都只有一个 就比如说 哎 这个人玩的你玩不了 但是悠悠白书有两个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太火了 都想玩 啊 两个人 因为这个游戏本身也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玩嘛 啊 一个人玩多浪费 两个人玩呢 呃 可以配合一起来打这个电脑 也可以两个人对战 但这次咱们玩的是配合去 咱们玩的是这个单挑的模式啊 这种通关模式 其实这个呢 还好一些 我觉得 尽管啊 咱们 咱们看到玩的比较赖 呃 这个可能 可能每次的打的效果都一样 但是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啊 咱们这个玩法 其实用 你说较长吧 也是较长 但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找到当初那股纯劲 那股真情 呃 晕完之后呢 可以无限晕 你只要你打了 他也会晕的啊 而且晕晕的越来越狠 还有那个小新人的晕 还有那小骷髅的晕啊 晕的不一样 头肌一打 蹬一腿 他这个明显是有点得瑟啊 他打完了之后呢 再按照正常去接的话 一定会死 他这么接了一点钟 没死之后呢 又补了一个下腿 好的 看看这边的阵 小的时候 小狼最喜欢这个人物啊 这个人物的旋风 小狼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也是可以各种连招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旋风 旋风在空中 也可以发 只不过呢 这个人费蓝费的特别快啊 就是 呃 有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补一补 或者说咱们玩那种 无限无限蓝的版本 好的 反向跳 打过来 一个头戒 12345 蹬的有点慢 2345 一蹬 好的 这个人感觉好像蹬的有点 有点高 蹬一腿 好的 再来 节奏还是没掌握好啊 感觉 感觉有的人打出的这个效果还不一样 电脑的这个阵还是挺恶心的 你可以看到啊 他频繁的去练这个技能 有的时候你要是能量没有了练技能的话 他会自动让你补充能量 这个就相当于有有时候大伙玩那个电神魔魁2 也是这种效果 小的时候一直不喜欢这个人啊 这个人除了长得磕身之外啊 这个叫什么名啊 你看 他叫什么名咱们都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很很灯的啊 咱们这个一批叫一批 二批叫二批 这里面这个电脑的话就看 computer player是吧 叫c批 c批打这儿来的 是不是 好了 拼投机呢 没有对方投机很 他过来一个大 一个一个大头 直接蹬一脚 人物的话 其实还是很多的啊 刚开始选人物的时候呢 咱们有点类似于像 这个操控鼠标一样去选 有的时候经常会选错啊 这个挺蹬的 大家看看 现在这个人叫树 好像呢 好像这帮人腿弓都很厉害 蹬过来 又是一个投机 这招就是打电脑的话 世纪最赖 没有比这招再赖的人 反向跳 投机一蹬 然后一二三四 蹬一脚 你看 就是这个效果啊 节奏的话呢 很好掌握 再一个投机 一蹬直接蹬死 咱们这里面鲜水呢 也有波 但是鲜水的波呢 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腿发的啊 而且也有大波 这里面会发波的人啊 不一定强 而波的话 你像很多人都是为了磨血 为了这个找对方破绽 其实这里面发波 有的时候打输输挺狠啊 就是 但是用处不大 我个人觉得啊 你像对战的话还好 这里面这个藏马 藏马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就觉得这个人名字挺好听 而且你像那个玩火影忍者 不是玩火影忍者 看那个火影忍者里面啊 就是 就是这个酒尾 有的时候有的人翻译啊 咱们正常咱们说翻译叫酒喇嘛 但这里面 好像在这个日本里面 也有种翻译叫藏马啊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 反正他这个名字不太 不太懂 大概是这个情况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看 呃 外国的名字 有的时候大 你像 你像那个美国名字过来 咱们都是音译啊 就是 就不能异议 有的就是异议的话呢 就不能音译 没法异啊 有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灰玉里地 这个呢 大汉呢 也是非常凶悍的 我记得小时候 我非常喜欢用 这个 这个 非常凶狠 就是了啊 来看看 投进一灯 但是一样啊 只要你学会这个赖招啊 啥也不是啊 知道吧啊 直接一招灯死 然后上面写的 最最终战 还不看见啊 确实非常狠 操作者呢 是咱们的这个清风啊 在片尾的最后呢 也可以看到啊 最强就是咱们自己 然后一个通关动画 这个是速通 也就是七分来中啊 就速通成功了啊 感谢大伙的收听 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的话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 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尤其是小程序当中 搜索小狼解说 关注一下 有最新最悬的视频 供大伙观看 呃 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